歡迎收看理財想法這個環節 會請出我們的嘉賓成家博客導師林Sir 幫我們透過不同的個案 拆解一下投資部署 林Sir,這集的觀眾想請教你 是38歲,先介紹一下他 他老婆32歲,有兩個小朋友 都在讀小學,他們做生意 每個月的平均大約10萬元左右 不過他們覺得現在工作上比較辛苦 想提早退休,大約5年內 將生意賣出去,問你好不好 生意賣出去,每個不同 我想我自己未必有能力完全踏到 不過你說一下理財 另外一方面可以幫到他 因為這個人好像有幾間房子 有不同種類 對,聽同事說他成功應爸爸 還有他有些錢 不如你幫忙說說他有甚麼彈藥在手 我們再看看他可以怎樣做 他有幾個資產 有幾個單位 而這些單位有不同類型 譬如說他現在自住在市區三房的單位 另外手樓上還有其他的,譬如洋樓、堂樓的單位 啟德那裡還有一個樓花的,但未能入伙 賣樓的時候,即是買賣的投資資產方面 有甚麼不同呢 如果既然這麼多間的單位不同類型的話 生意人呢,其實他先天的缺陷就是問銀行借錢較困難 因為很多人,生意人一來,可能未必有一個每月出糧的習慣 但相反銀行最喜歡,其實就出比一點 收入穩定的 最重要是收入穩定 很多人以為大老闆借錢會比較容易 但其實你問銀行最喜歡 有些像是公務員,或是近似模式的出糧 說回這個朋友 另外選他的case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他買樓方便不錯 他每類型的單位都有 即是又有洋樓,又有堂樓 又有大樂園單位 又有新樓 基本上他欠穿屋,就儲齊一副牌 現在是有三間樓和一間樓花未收 我們要講講不同類型的樓和特性 從而拆解他怎樣 可以利用他原本有200萬的cash 再加上這手牌,去做一個好的退休籌劃 不過大方向仍然是這樣 是要善用加按 因為現在樓市市場都是較高位 應該趁高加按 可能有些人說,我覺得對借錢很抗拒 但其實借回來的錢只要活用得好 還有做一個風險管制好的投資處理 其實仍然可以有不錯的效果 再之前說說,不如不同類型的樓有甚麼特性 好,不如先說說他自住 他現在在市區三房的單位 如果說估值上有1400萬 看到他手上有洋樓、唐樓 如果是這樣的話,有甚麼不同 例如唐樓,他也有一條問題說 問你如果現在賣走唐樓 又可不可以 當中要注意甚麼呢 先說自住樓 自住樓1400萬是因為大屋遠樓 以及市區 是市區 加按去到五成 因為自住樓雖然1,000萬以下是六成 但1,000萬以上是五成 1400萬樓加按七成 減回到300多萬 應該可以套到200多萬左右 另外,唐樓 其實留意跟屋遠樓的不同的唐樓 第一,無論是甚麼市值 或是自住或是出租也好 按到盡都是五成 而且他的弊病就問 能夠按到年期 最多只可以約15至20年左右 準確一點,就是用70減的formular 例如唐樓是50年樓齡 最多按到20年 不要小看,按揭按進可以30年 而現在減到20年的這個小數字 因為這樣縮過10年 對付公夫人的還款數目 可能要上漲一半或是三分之一 但怎樣都好 讀者問我,譬如唐樓應不應該是賣走 當然,如果能夠知道唐樓是哪一度 或是情況或地段會更好 但在於大原則,唐樓能夠抵押給銀行的能力 即是銀行覺得值不值錢接受 按揭的能力,都會快速向下 所以普遍來說,都不是太支持持有 如果有些人想買唐樓,唐樓很多人感覺較便宜 但問題是,唐樓便不是因為舊 其實很多人買樓來收租,是不介意家樓舊舊 甚至有些人買空宅來收租都不介意 真正唐樓便宜的原因是,原因一,底壓力低了 即是不能夠再拉到30年按揭 當然第二,沒那麼好租 因為其實你沒有升降機的話 想擺一些不同類型的傢俬,可能性低了 另外一件事,唐樓的維修 或者很多時,原本的業權可能是由上一代剩下來 而譬如,老爸剩給兒子,而兒子想買的話 大家買唐樓時要留意 兒子究竟是自己一個人持有業權 還是跟其他兄弟姊妹持有業權 而如果其他兄弟姊妹不同意買賣 而確實交易了的話 可能當中牽涉到很多糾紛 或一宗交易是未能夠完成 所以唐樓正因爲種種以上提過各種煩惱 才真正令它的價格比較低殘的原因 如果是這樣的話,洋樓會不會好些呢? 相對地起碼有電梯線 是呀,洋樓,其實樓價值租也值租一點 一般香港的洋樓都是介乎30年至45年之間 用同一個法則 其實你見近45年的洋樓或只能超過一些 就沒那麼值錢 因爲都是用70減的原則 45年的洋樓其實都是做到25年按揭 所以最多人最喜歡找就是40年出頭的洋樓 因爲它剛好窄界 又是做到30年按揭 而正正因爲它是洋樓 其實一般市場對它的價格定價比較低 但相反這些樓收回來的租 其實往往都不是比大樓 所以很多人買來收租反而是選擇洋樓 這一個是可以留意的 但看這位朋友的個案 他持一間洋樓,我想都未需要去動 反而他有一間Full Pay了的堂樓 其實可以考慮賣了它 而反過來換回大樓軟樓 因為其實買了樓,可能剛才我說的 好像洋樓外收租最好 但打樓樓和洋樓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打樓樓雖然是最新正 亦一定近乎拉到30年按揭環 但打樓樓和洋樓或者唐樓相比額外的好處 就是打樓樓容易賣走 其實持有投資物的流通性高 所以打樓樓是貴的 有些人認為它是新正 但其實未必是 除了新正之外,管理會好些 因為集團式管理 很多時的康奸方面的做法 另外就是因為貿易貧 買賣比較頻密 反過來買一個業主想套錢 可以快些拿到手 不如很快說到新樓方面 賣樓樓要注意些甚麼? 是不是交樓期? 賣樓樓交樓是關鍵日期 但關鍵日期很多人都以為 關鍵日期是交樓日 但其實不是的 當然詳細建議問律師參考清楚 但關鍵日期大致是只發展商 能夠於樓盤獲批滿意子的情況 才是接近關鍵日期 而不是說你在那天就是收樓 而很多時關鍵日期都會遲到 大家明白 只要買的地方要留意 第一,市面上有呼吸計劃 有些朋友硬上有呼吸計劃 但過了第三年之後 呼吸計劃的額是收貴了很多 發展商提供的疑案 公不公也是呢 大家要留意 第二,見讀者買了一房單位的樓花 要留意香港未來最多類型單位供應的 就是一房單位 究竟他買賣是否證明 我個人就很有保留 大致他整首牌 我們再講四個 下集 好了,謝謝林Sir這麼詳細